新加坡华越比赛 一直是培养本地杰出的华越人才的摇篮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我想在这里经营华越应该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这次让我感觉到华越在这里很蓬勃 而且大家的程度都很好 The Singapore Chinese Music Competition seeks to provide an excellent platform to develop the performing skills of young musicians raise musical standards, discover new talents and to connect our people by supporting their lifelong interests in pursuit of Chinese music in Singapore 在比赛的时候他练的乐器记忆提高 然后音乐也提高 然后去比赛又得到一个 比如说得到奖 它就有一个光环 然后对自己的信心 对自己的那个花的时间 那会有一种很努力得到的一个回报 这个比赛设了一个华越组 我觉得非常有创意 因为一般孩子比到最后一个年龄 他就已经好像不能再报名了 可是一个华越组 他更上一层楼 然后如果有心要朝专业的演奏走的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等于是这个一个栏杆 跨过去的话我觉得前途是很无量 我觉得新大坡花园团应该要再继续举办这样的比赛 我认为艺术和技术学习很多东西 我认为艺术和技术学习很多东西 我认为一种最重要的东西是 如何更深入的解释和解释和解释 我试试更多的文章 我认为艺术和技术学习得更加深入 为了解释和故事之后 也认为了解释和故事之后 我认为了解释 我认为真的要抑制自己的程度 是非常好 因为它让我们更加增长 尤其是在场场上 我们会在哪里面面面面面面面的 我们会被人生气 我们可以说 我认为我难以正常玩的 所以这样子 如果我们线一种完美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人 由一个专业乐团来举办这样的活动 本身它具体有很强的专业性 同时又由一个专业乐团来进行 给我们这些年轻有为的 华乐的新的这些未来的 我们的演奏家们 提供这样一个专业的乐团的伴奏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样的机会是很少的 很难能可贵的 其实我觉得奖项 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大的鼓励 但真正的学习经验 就是跟SU华乐团 一起演奏的感受 很荣幸能有这次机会 跟他们演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